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秋 现在我在阿平这里开始做清团了 因为今天接的订单 清团订单也比较多 可能也是太久没有做了 对啊 有十来天 应该不值得算钱 有二十天左右了 对啊 前后二十天啊 对 差不多前后有二十天了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新鲜的艾草就用完了 然后艾草也没有长出来 所以就停了一段时间 刚好这两天阿平回家 就把种好的艾草就摘了 然后就开始又做清团了 又开工了 今天三个人做哦 所以还是挺有效率的 还有阿平的姑姑 刚好来玩 对啊 刚好来玩就被抓来干活了 不过今天很速度很快 因为我们一下子把这个线弄好的之后 然后就开始油粉 打艾草汁 你看两笼已经差不多弄好了 待会就马上下锅蒸了 今天做蛋黄肉松做得多 今天我们还敲蛋 敲新鲜的咸蛋黄 所以花的时间要多一点 所以花的时间要多一点 散锅了 散锅了 第一锅 这是第一锅 都是蛋黄的吗 蛋黄肉松炫 起锅了 对 起锅了 对 这么多一次 这边还有终于一次 清团已经做好了 我和阿平他们都已经收工了 这一包是送货 好 出发 早上好 半斤 煎煎的 哎哟 生奶油 半斤 喝水 去 快点水啊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秋 哎 半斤 半斤 早上好 嗯 这两天她跟妈妈睡哦 睡得要早一些哦 对吧 这几天不要跟小姐睡下 小姐睡都晚了 睡不着 怕影响到她也睡不着 所以妈妈让她过去跟她睡觉 我呢 已经醒来了 待会呢 就洗漱完了 和妈妈呢 就准备出发去姑姑家了 姑姑家是在大雅湾 大雅湾那边 今天呢 是他们家办好事 住新宅 所以呢 我们呢 也是去喝一喝 带着妈妈去 平姐呢 她今天就不过去 因为刚好呢 浩浩呢 她是有点不舒服 中午呢 可能要接回来 然后在想着半斤呢 也在家 所以呢 就让姐姐看着半斤 妈妈已经准备好水果了 我们现在出发 姐姐呢 她待会送浩浩呢 就过来 这里跟半斤陪着她 她应该差不多了 要等多半个小时这样子 因为她送完浩浩呢 就 还要去买点菜 她就过来 她说 好累 出发了 妈妈 快点哦 约了顺风车司机 她在下面等了 所以就快 出发出发 好久都没有见过我的姑姑 姓姓他们了 叔叔他们 他们也会都过去咯 所以今天的亲戚 聚在一起的也比较多 还有我的伯娘啊 还有我的老表啊 表妹表弟这些都过去 所以今天应该人也挺多的 先去她家吧 应该是 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早出发 已经到了 你看 哇 复制的 好漂亮哦 对 她这里是14楼 哎 姑姑叫我们了 来进去吧 我们最早到耶 姑姑 姑姑好漂亮哦 姑姑 哎呀 旺旺哦 哇 好凉哦 我现在在参观我姑姑的新房 哇 这里不错 一厨一味 然后 四个房间了这里 这里前后有阳台 这阳台蛮大哦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可以看到后面的风景 她们很早很早就起来了 在弄东西 你看现在她们都在休息 今天我们找到了 哇 桥迁之喜哦 希望姑姑越来越旺 拿了好多东西去酒店咯 水果 酒 烟 喝的 吃的 都是回礼的 我们已经到了饭店这里了 现在上去了 他们把东西抬上去了 然后刚刚呢 我在这里看了一下这个码头这里 以前呢我们经常来姑姑家呢 他们老房子离这里很近的 所以经常在这边看海要出海 在这里玩 现在都很多年没来过了 很脏的这个水 现在很脏的水哦 可能就是现在那个船也多 乌养也比较大了 不过变化还是很大的 这边 我之前还在这里做个十架公路哦 这里是一条街 一整条街都是海鲜街 都是吃饭的 我们先上去先 我叔叔还有姑姑他们 那个小姑姑还没有到 应该差不多了 对啊 这个环境还蛮好的哈 就是起码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海哦 好多船啊 这是今天的订单 已经打包好了 我和妈妈刚刚在姑姑那里吃完饭了 就过来仓库这边了 然后我要妈妈呢就先回去 因为姐姐呢待会呢要忙了 她要去上课了 所以呢就让她回去 要照顾半斤了 然后过来仓库已经打包好了 打包了酒单今天 然后呢我现在呢就等快地员过来收 收了之后呢我呢就先去阿婷那里 昨天晚上我们加班做了挺多青团的 然后今天呢就要赶着要出货了 想要过去打包先 刚刚在那里吃饭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长辈们聊天 还有我的堂姐啊表姐啊表妹啊 他们呢都在那里聊了挺久的 都忘记时间了 也没有好好认真拍视频 不过呢开心就好 我们这里去姑姑那一边哈 那边是大雅湾澳头那边 过去的话 我们今天约了滴滴车是 总共开了40分钟 其实也蛮近的 说远也不远 但是呢说近呢也不近 不过呢还是很开心哈 今天能相聚 但是呢我这一个姑姑 下个月又要做好事了 他们家真的是好事连连 下一个月呢姑姑呢要要娶媳妇了 我那个阿表弟呢要结婚了 所以呢下个月我们还是能继续相聚的哟 好了现在呢我就先去阿田那里忙着下 收了几个泡沫箱 待会可以装货了 不然都不够泡沫箱了 我已经回到家了 半斤一直盯着我 哎呦这家伙 来下来下来 哎下来 嗯乖啊 围着我转呢 平姐说她很乖哦今天哦 对不对 哈喽我已经忙了回到家了 洗了个澡 你看又穿起短袖来了 感觉今天好热 大广东的天气就是这样子的 一时冷一时热 半斤你干嘛 他可能看到我回来 太兴奋了啊 是吧今天几个小时不见了 他可想念我们了 我这几天呢不是停更了嘛 然后呢在这里呢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这几天其实都有好好的休息 主要呢这几天我的工作的时间安排的比较妥善 就就就没有这么紧张了这个时间 我这几天休息你说睡眠调整过来吗 还没有就感觉整个人放松一些了 所以就状态好一点点了 不过呢失眠呢还是还是一样的就是 我也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也有看中医 然后也有吃药啊 我最近几天呢最重要的是我有时疗 就是大家给我的建议呢 我都有尝试着去去做去试一下 看看对我的睡眠有没有帮助啊之类的 反正这几天呢我的节奏就放慢了很多 视频呢可能会迟一点呢才会恢复正常更新的 因为毕竟最近呢都是以休息为主 不过呢货呢还是每天都会有做一些的 就没有那么多 不过呢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你看我的眼睛还是肿的 今天阿婷呢还拿了一些那个爱草的那个眼罩给我 昨天我试了就挺舒服的 呃就上半夜还是还是睡得着的 现在就下半夜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醒来啊 醒来呢就到天亮了 我希望我的睡眠快点快点调整起来 不然的话太辛苦了 好了反正这个视频呢就先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啊 反正小熊呢会照顾好自己 然后慢慢恢复好保重好身体的 好了拜拜